並且把那個號碼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我們剛剛的這個 所以第一步我是把裡面的號碼全部列出來 然後號碼列出來 不是號碼啦 標題列出來 那列出來是到396合彩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原來 就是 它這個上面的標籤 它那個怎麼呢 書籤好像 這個Bingo Bingo好像沒有 這挑到另外一頁 其實就就到這裡 396合彩剛剛好 所以其實 把這個剪掉就OK了 所以你會把你剪完之後 這個標題就OK了 那後面的話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什麼開獎的號碼 列在這個 比如說威力彩 就把他的 號碼列在他後面 所以 執行的話呢 就號碼全部列出來 總共的話呢 就246810個 10個台彩 裡面它的號碼 號碼在哪裡呢 號碼就是在雲端上面 OK 其實最重要應該是這個啦 因為每一次應該 所以我要的重獎號碼 就是這些 號碼 你會發現 這號碼裡面 第一個 它一定是放在這個 Table Table裡面的 Table Vim 這第一個 在這個Table 裡面的話呢 還會有很多TD啦 TD 其實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要的是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 再去這個TD裡面 其實有幾個方法 再去這個TD裡面 找到這個TD裡面的 這個Table Vim 這個Table Vim 其實就Find 1就可以 如果只有一個 就Find 1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找到這個裡面的什麼呢 這裡面的 Span 每一個都叫 Span 當然 Span裡面 只有這個 是有 那個 Clash名稱 不過不管啦 反正它就是Span 只是說 只有它是有Clash名稱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些全部抓回來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就把這個Span全部抓回來 不過後來看一下 好像還有一個問題 它其實這邊是大小 一大小 那這邊的話呢 是開出的順序 好像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可能將來 開出來 還有一種就是 要不就是直接抓上面的 就OK了 下面好像不需要 不過我想我們還是 練習的話是全部抓好了 假如說我今天要全部抓回來的話 那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 當然我是建議如果說 標題跟後面東西 如果混在一起 你可能比較不好理解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把標題部分 先把它 先不執行 先去執行抓 那個什麼 數字部分 兩個再把它合在一起 不然有時候太複雜 回圈裡面有回圈 可能怕 你會 搞混 所以呢 我的習慣是 那我就在 print 怎麼呢 Data 2 Data 2 就是 把table 裡面的table win 全部抓回來 那理論上的話 應該會找到幾個呢 其實應該就是 剛好是 那個總數 就是 10個吧 這邊 在這邊table win 所以你會發現它一定是一個中瓜糊 後面就是這些東西 那我是建議啦 以後慢慢 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我如果要去再細部 因為它只有把我那個table部分抓下來 那你可以把它全選之後 複製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再用那個node page加加 來做觀察 那裡面的話語言部分呢 你就把它改成html 它裡面有語言嘛 那可以再去做細部的觀察 你會發現他tablewin裡面 TR TR TD這些啦 不過其實我們要的 基本上就在spam裡面 所以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在細部再切的話 因為這邊太多你要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再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data2 裡面再去抓spam部分 再把spam部分切過來 所以你可以在什麼data3 我的習慣啦 反正就是data1 data2 那你這樣可以改個名稱 沒關係 等於什麼呢 等於fineo 把這個 拿來改好了 那我fineo裡面fine什麼呢 fine那個spam 所以你就把那個spam 那因為它沒有class名稱 所以後面class名稱 就不要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 這裡面的 不對 這應該是data 這個 這個裡面再去幫我找 那不過呢 我找的話 如果是只有找第一個的話 那就零 但裡面有很多個 總共大概十個吧 那我找到之後的話 我先找它其中的第一個 那並且幫我print 所以這邊把這個 第三個幫我print出來 然後把這個裡面print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喔 它幫我print 就是威力踩的 因為零的話是第一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幫我把那個 裡面包含spam的全部都幫我把它抓回來了 有沒有 後面就是我要的號碼 可是有的是要有的是不要啦 所以接下來的話怎麼樣 就是再去做那個切順序的部分 所以spam裡面你會發現喔 其中的話有哪一些不要 欸這個不要 這個是第0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欸我要的是從第三個 所以呢 將來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假設跑那個range的話 你是從3到最後一個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要輸出這些號碼的話 那我威力踩部分的話 我就是在接下來的話 我就是直接把它print 4 4 一個n好了 假設跟剛剛一樣 in 那個什麼呢 4 n等於range 假設這一段 一樣的 那我就是 第0 1 2不要 從第三個開始 到總長度 全部 加其他就自動往前 然後呢 並且幫我把它print出來 裡面的spam 那print裡面的spam的話 就print了什麼了 print裡面的data 對不對 這裡面的話 因為我找到裡面的spam 然後呢 我找到 我要的是裡面的那個 n的東西 因為它找到之後的話 幫我把spam丟到這裡面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裡面的東西 the test 特別之後 如果你沒有加test 他會連那個標籤那些 都幫你輸出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輸出看看 這行不要 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 先抓這個table 抓裡面的spam 然後從第三個幫我刷 然後呢 我就一個一個全部幫我跑 跑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 目前因為我只有抓第0個 意思是威力踩的 那威力踩我們來看一下 威力踩裡面的資料呢 是不是這個號碼 這個威力踩在上面部分 所以往上拉到上面這邊 有沒有 0 一直到01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些全部幫我撈到了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今天要讓它橫向放的話 前面有講過了 豆點 你就加一個end and 等於沒有東西 那這樣的話就輸出 就是 威力橫向的放 中間如果你要串個豆點 你就是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豆點 OK 加一個豆點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 可以把那個 我們的號碼 橫向輸出了 那橫向輸出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前面 如果要把每一個 比如說威力踩 大樂透 全部都輸出的話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就不能用0了 那我們就把它怎麼樣 把這地方再改成回圈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這邊呢 再加一個回圈 這邊 for一樣什麼 for n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for each 每一個裡面的東西 我們就是直接把它全部輸出好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 先抓第一個看看好了 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再跑一個回圈 全部讓它輸出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可以注意喔 一樣就是我把 剛剛第一階段 就是我的標題部分 for n in data 1-1 把這個print 它的前面的這個標題 所以把這個標題呢 把它print到前面 它會先輸出那個威力踩 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再把那個 剛剛的 data 2 放過來 那 data 2 部分的話呢 再去找它裡面的span 所以呢把它裡面的span 找到之後呢 丟到那個data 3裡面 那這個時候data 3裡面呢 就是所有那個span 我要的那些號碼 號碼裡面當然有一些是不要的 包括就是說 前面那個span裡面的話 有一個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個 兩個三個 這三個要扣掉 那我就把後面這些都列出來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開講順序 然後 因為print出去嘛 後面不要換 就把它接在後面 然後for n in range 這個第三個 我從第0 1 2 第三個開始 到後面全部要好了 全部幫我抓過來 然後幫我print出去 print出去裡面的資料 裡面就是span裡面的那個數次 然後並且中間加 我本來是加豆點 不過加豆點一個缺點 就是後面會多一個豆點 那乾脆用空白好了 你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加豆點 最後可能要把那個 後面那個豆點去掉 去掉還要花一個時間算了 先不要解決那個問題 因為先能夠輸出 是比較第一要物 後面的部分 因為不要換行 所以把換行拿掉 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這個print沒有加的話 它輸出會全部串在一起 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變成說橫向 全部串在一起 有沒有 全部都串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再跑一個回圈的時候 我才跑完了 到這裡 幫我enter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多一個print 那這個print實際上就是換行啦 把那個地方換行 因為print本身會有一個 那個換行的動作 所以加一個print之後的話 再把它輸出 那你就會看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那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呢 所有的號碼就出來了 但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喔 其實我做完之後才發現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其實喔 前面這個是開出號碼 後面是特別號 然後後面這些的話 是原來開出 前面是已經幫你按照順序排序的 後面是沒有排序的 是原來抽出來的順序喔 所以呢 我們可能會需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有沒有發現喔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 其實我們應該是抓這個就好了 這幾個好像是不需要的 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是一大小 這個是有排序的啦 這個是開出順序的 所以這兩個好像重複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這上面 七個號碼就OK了 那再來威力彩 威力彩 大樂透也是一樣 所以大樂透跟威力彩比較接近 那底下的這幾個 這也一樣 有沒有 多一個特別號 然後這個 其實一半就好了 那問題來了喔 這個變成說 如果你只需要什麼 只需要 那其實假設 每個都像精彩539 那就除以二就好了嘛 輸出的數量是除以二 就OK 可是問題喔 上面比較麻煩 上面剛好是不能除以二啦 除以二可能還要再加一啦 但有一些是要加一 有一些不是要加一 那怎麼辦 這可能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假設說我今天要的是什麼 下一個階段是 我不要只是輸出 全部 我要輸出的是 上面部分 下面這些不要好了 這個可能要動一個腦筋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寫完了程式 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這邊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大概就是寫到這邊喔 所以Data123 抓出來的順序喔 那應該是這一段 OK 所以請各位參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後面呢 可能就是要多一個部分 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把那個喔 大小排序的輸出啦 下面那個 開槳那個好像就 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下面部分不要輸出 上面部分輸出 這什麼方法喔 不過特別注意啦 當然喔 解法並沒有唯一的答案喔 有的時候我是直接看到哪些特徵 按照那個特徵喔 去把那個邏輯給寫出來 所以待會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先按照那個三階段 第一個是標題 第二個是table 第三個是span 然後就把span輸出 不過後面有個衍生性問題就是 如何再把那個 多出來的那些號碼 不要顯示 這個可能要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比較簡單的邏輯